今天是4月9号 A股出现了一个震荡收红的动作 那接下来大变盘又来了 在近期出现多个利空叠加下 A股仍然能够稳住守住3000点 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3100 所以朋友们不要纠结 不要太过于担心了 在多个利空影响下都没有把3000点击穿 那接下来就要继续进攻 继续往上冲3100点 那么冲3100点 我们的股民想吃肉 重心在哪里 靠谁来攻 其实对于A股当下的行情 大家心里都明白 主线品种已经非常明确了 前期的科技汽车 近期的周期股 以及今天爆发的新能源 所以这几个方向 才是当下市场的核心 重点 咬住这几个方向的轮动 你就能够吃肉和汤 但是我想说 这几个方向 想要去参与的话 大家要注意的细节 就是核心浓头股的表现 所以只要咬住了核心浓头股 才能够吃肉和汤 具体的可以看一下前面的视频 当然A股在这个过程当中 想要出现大变盘 想要出现大变局的话 靠他们还不行 那也靠谁 要靠大权重方向 那么大权重方向的核心 看点在哪里呢 除了重刺头还有谁 大金融 大金融化现在是属于一个分化行情 尤其是银行 很多人说银行在这里什么 在这里又多 很多人说银行在这里什么 出货了 那么银行板块 很多人开始害怕了 不敢追的 那 接下来的重心在那里肯定是证券 证券限个位置到底了吗 能不能抄底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重点来看一下这个证券方向的走势 在讲之前 评论区一包包包包支持一下 我维持原先的判断 正确板块这个位置是属于低点 中长期低点 是这几年低点 没有毛病不纠结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只有一个字 躺前伏 那在中长期来看 这个位置 你去参与博弈参与跟踪的话 没有问题 没必要纠结 但是朋友们 证券的话 由于近期利空很多 所以短线的话 操作难度比较大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字 就是 躺进去以后 不管他给他流出时间 流出几个月 流出一年 你去看一下 这个位置绝对有机会用你获利 绝对有机会涨上去 这是大家不要纠结的 关键是什么的 你不要做反了 有些人是这样子的 我就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个低息 这个位置去做一个低息 你看这个位置没守住 银行又往下跌跌跌 又跌到这个低点 那我就直接割掉 好你割掉 就马上一个大洋先拉起来 我又追进去 那我告诉你 你就是韭菜 你就是去接盘的 你就是去送菜的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所以这群绑合节奏是怎么样子 急跌急刹 刹在前期低点附近 刹在前期低点附近 我们就潜伏 急拉冲高 那高位了 我们就减仓就撤退 这个节奏这策略就对的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是一定要注意的 还有就是在近期你会发现 很多的证券公司 老板老总 平凡换 什么意思 其实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证券里面的大洗盘 以后 证券重组到大洗 随时都有可能产生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了 回到现在个现实当中来 这个位置我说了 只有一个字 潜伏低息 那很多人说证券板块上市的有50家 那我重点参与哪些 对不对 那从今天的盘面我们可以发现 上涨的 大家看涨幅追起的一个是什么 方正华林长江 还有新叶国联哈头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我在昨天前天跟大家重点讲过这个方向 尤其是像方正 昨天是整个证券板块跌幅榜第一 今天是涨幅榜第一 大家发现没有 昨天拉了一个什么 拉了一个长下引线 昨天 跌了5个多点 今天就上涨 所以我在前面跟大家讲 我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明白 方正为什么这段时间表现很强势 或者说表现的非常活跃 原因在于什么 重组对不对 而且这种票我也跟大家说过 最好的操作思路是 拉出大阳线 直接出货 直接减仓 缩量回踩 直接加仓加码 以后拉出大阳线 再次减仓出货 你看这节奏是不是对的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所以每一次 所以急跌急杀 杀支撑外附近 那就是机会 收量回踩 那就是上车的机会 所以你把握这个节奏 你赚不到钱吗 我不相信 这种票的话 非常之活跃 股性非常之好 机会对了 节奏对了 吃肉和汤 没有毛病不纠结 那随着证券板重组的预期加大 这个票后面肯定还会要炒作 所以接下来就是什么 回踩 缩量急跌 那么就是潜伏 急拉冲高 就是出货 跑路 好 花铃 花铃这种票的话就没必要说了 这个是所谓什么 缩量回踩 看这边 对不对 那么正常来看 这种就是前期低点 前期低点就是可以潜伏 可以低息的点 所以在操作上面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太过大担心 后期拉高 我们就需要对吧 帮高减仓 好 这个不重点 这个问题长价来了 长价的话 在昨天出现下跌后 就有人问我说 这个长价了 我能不能补仓 我为啥是说要补仓 他说在这一天6块钱的时候 我加我最高了 以后连续几天的一个下挫 大亏 6块钱 你看现在是 今天在收盘是5块4毛多 盘到低点的时候是5块3毛多 是吧 最低的时候应该是亏了多少 亏了10来个点了 对不对 亏了10来个点 昨天就问我说 要么能不能补仓 所以从技术方面来说 昨天还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缩链下跌的 正常情况下 我跟大家怎么说 当他出现放量冲高 是缩链下跌 杀到前低 或者说前期支撑位的时候 重要支撑位的时候是什么 是可以考虑博弈仿称访谈的 但是底部并不踏实 如果他跌到所谓的60厅均价线 那更好 所以今天的反收反弹 我觉得没必要纠结 没有仓位的 没有重仓的 这个时候也不能盲目去补仓 对吧 他如果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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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倒是可以去考虑一下 好 那问题是 没有仓位的这种票能不能参与 首先他是属于什么 超级力好下的一个什么 一个移动 那么现在回踩缩量 那即时就是一个机会 如果他回踩到上面的低点支撑 比如说60县 那我告诉他 你必要引进 去潜伏就好了 后面反弹肯定是有的 一旦这个证券暂时炒作 那这个票就会出现异动 出现什么长阳反击 那出现长阳反击的话 毫无疑问 那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吃肉的机会 跑路的一个机会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回到这个盘面 就是说像这种类型的票回踩 缩量到重要支撑位 我们可以潜伏 好 那新业的话 这种就属于的是什么 属于那种没有消息面的 所以什么事动 大家也不知道 那我觉得短期还是尽量的回避 或者避开 好 看在这国年 国年这张票就是属于什么 动作平凡的 这个票是死尽在什么 在收购 在收购的路上 那他的股性就非常活跃了 现在你看 这个是前期跌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刚好到了两60级线 那有人问问 那个60线来不能7 来不能去对吧 其实从技术方面说 这个60线现在就是属于一个支撑位 就是说这个60线告诉大家 就是说这个60线 它没锁住跌破了 跌到前期跌点的附近了 后面它也会出现反弹 也会出现拉高 那么后面反弹拉高的话 就是一个高位出货 高位跑路的机会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是要注意的 不要急 不要怕 如果说明天后天 或者再出现急跌急 你刹死跌破60线线 跌到下面低点支撑来更好 给你的一个更加好的位置 后面反弹 同样的原理 目标是高位压力位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潜伏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没问题 对吧 人既旺 股性活跃 有重组 说不定什么时候再来一个什么 来个利好 哎 这公司我又收住了 我又收购了某个程序商 突然下去就一个大阳线就起了 所以你怕个啥 你大阳线就起了 当然你去追高的 我们说 对吧 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去追高到这一回踩 你就收不住了 哎呀 又套住了 又亏气了 我也没割入 好 你一割入 你还突然一个阳线就拉起来 你又亏气了 是不是 还有哈佛 这也是属于那种类型的 具备重组预期的 所以他的回踩一点 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低息 潜伏博弈的机会 不要怕 不要慌 接着下来就好了 好 我们在操作上面是需要注意的 那今天 前排这些票 其实涨幅都不是很大 但除了这些票之外 还有哪些 大家看一下 中信尽头 太平洋 东方财富 广发 中金公司这些票 表现也是比较好 那么这些票怎么理解 其实说真的 这段时间 中信投票表现确实不太好 尤其是中信中金 对吧 这些表现比较差 我们看中金公司的话 跌幅 跌的表多 这毫无疑问 不又是给了一个机会吗 跌的前期跌点附近 那么中金 这段时间跌的是表多 我觉得大家注意 随时都有可能是吧 完整重组 完整重组 一旦出现重组的话 他会出现短期的移动 出现短期的 所以中长期来看 中金这个位置 值得潜伏 值得低息 没有必要纠结 当然短线选手 不要盲目的去参与 因为他股性确实是偏弱的 近期的走势是属于一个底部震荡 我们看一下 这里会不会走出一个双底 如果走出一个双底的话 出现个大洋进攻 那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吗 包括中信 这段时间利空影响下 大家非常是纠结 非常热闷 中信的话 属于什么利空比较多 近期也到了前期低点 从技术方面来说 是值得大家去潜伏低息的 但是从 消息面来说 它确实是存在不确定因素的 万一它又出现一个什么大的利空 万一它又出现一个什么的 什么黑线额 就很有可能再次跳水 是吧 所以有些人说 那这种票怎么办 如果你怕的话 怕它再出强势的利空的话 那么短期避开它 不一定非要去参与中信证券 刚才讲了中信尽头 对不对 你看这种票的话 近期也是属于联面下跌 联动下跌 所以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中信尽头和中信证券 出现什么 出现合并 这个也并不说没有可能性 随着中信事件的扩大 或者中信的是比较多 随时多有可能被高层给什么 给它合并 这个时候我觉得 反而机会是越来越大了 当然这种只是一个运气 一个猜测 在没有落实之前 可能周期 这个过程是比较难受的 但不管怎么样 正确板块 现在唯一能够炒作的 能够有预期的就是重组了 所以我们纵先 就把它放在这一块去 当然还有一些前期的一些人机票 也是注意的 比如说中国银河 对吧 在这边的话 近期调整 杀的也是比较厉害 你看跌后来60年 现在继续往下跌 如果说跌到前期低点 附近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去考虑的 因为它也是中数头的什么 一个冲一个却商 也是存在的被重组的对象 对不对 那么这里也是属于一个明显的 抽跌的一个动作 好 包括光大 光大这一波 杀的也是比较厉害 大家看前到这件事情 光大发他很厉害 这里跌 这种票其实也是一个策略 往下跌往下杀 杀了低点附近 那就是机会 什么机会 上抽的机会 为什么 他有个特点 股性活跃 这个我把它称为什么 证券里面的明星票 我说证券里面明星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票 股性非常的活跃 一旦证券异动的话 证券爆发的话 他短期容易形成大涨 暴涨 就这么个节奏 综合来看证券板块 是吧 调整非常的充分 那么一些人期票 一些前期涨幅比较大 经济调整比较充分的 都是值得注意和重视 还有就是有充足预期的 如果你保护好机会 证券其实赚钱也是比较简单的 当然很多人在证券板块 赚不了钱 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你把证券当成了短线来做 所以对证券做短线 风险是比较大的 因为证券有个特点 轮动 今天可能是这个票 大涨 明天可能就是那个票大跌 如果我这么说 你还不相信的话 看一下这个就明白了 昨天跌的最惨的是谁 昨天跌的最惨的是方正 今天涨的最好是谁是方正 所以这个不就表现出来了吗 对证券板块的走势 你表现的淋漓尽致 对不对 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对于大盘的行情来说 想要突破 好委员们要证券起门 要证券攻 则证券起门 证券攻了 大盘就会去上31001进攻 甚至突破3000亿 那证券一旦起来的话 我们的这个流市行情正式就开始了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算